花蓮嘎良場 蓮排的橘色鮮花 乍看之下与金針花有些類似 这其实是使用百合花 挖开土壤眼前像大蒜一样的零精 就是人们使用的部位 使用百合偏好较冷的环境与杀质土壤 农民们向荷兰进口已成长三年的植栽 运回台湾后 以半个月的时间让它适应环境 秋冬再重新入土种植 经过四个月的成长 前后历时三年半才能采收120公克 一年的话第一次种植的话 你看到也是看到的 也只有可能就是30克而已 要慢慢的去给它供给很好的养分 一年两次的栽种 它也坦言最怕遇到4月和11月的好雨季 造成根与叶面的伤害 并虫害也是其一 为了维持零精养分 墙在百合含苞时将花朵栽下 今年特地留有部分花朵 让民众了解花瓣的食用特性并观赏 刚生长的时候它非常脆弱 然后又很嫩 所以说牙虫很喜欢 然后芥格虫也喜欢 相对的蚂蚁也就过来 这只要是牙虫 牙虫它会吸收 它的幼苗生长期的时候 它的养分 它会直接把它的嘴巴 吃到植物的根去吸取 四年前为了太太健康 种植百合 入境在新城雨收风 总计超过5000株 以鸡粪、稻壳等资材混合 维持土壤松软度 让食用百合有舒适的温床 每日人工拔草更是例行公事 就是希望作物能够健康成长 人间卫视江碧任花脸采访报道